其目的呢 为名或者是为利 他好善 好善希望大家称他 有某某人是大善人 在选举好人好自 他就可以被选上 如果为真正的行善 这个善不是真人善 我们看这个了凡四季里面讲的 善有真有假 有半有满 有大有小 他一共说了五对十个精精 可见的身一心是有层次 你就说 从元出诸 就已经正的 一直到等救菩萨 这有四十一个阶级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四十一种 全身不同的程度 这也是我昨天告诉大家 我们修佛一定要晓得 把自己的境界要天天往上提升 我们守在这个境界上 守在一个境界上 就是退失脱体心 就是退多了 那么换句话 菩提心呢 是精进心 日心悠心 而不是终止在一个阶段里 身闻 研究没有菩提心 他为什么没有菩提心 他是停止在一个阶段 骗震灭他 他正在这个境界 他就指在这个境界 不肯往前再进一步 菩萨心是勇猛精进 却没有停止的 所以我们求进步 要把自己往上提升 天天提升 不是讲年年提升 我这一年还可以住在一个境界上 不可以 年年年提升 是大的提升 如果讲威系的这个境界提升 天天才提升 这才叫修佛 身心 是自受用 目的在修什么呢 修清静 一个人好善好德 发喜充满 身心 前进 这是自立 大悲心是利他的 大肆大悲心 利益一切 这么才这么 那么由此可知 身心与大悲心 都是用 都是作用 而执心呢 是离体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身心与大悲心 也就是清静心与慈悲心 是建立在执心的基础上 这就叫做自立心 如果我们自己这个清静心的慈悲心 不是建立在执心的基础上 这不叫做自立心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修学了 这一部经 也就是这一章 观世音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自己去说他自己怎么修行的 怎么成就的 怎么正果的 法华经里面的图门瓶 是观世音菩萨说他怎么样度正身 他是画他的 这个是他怎么样自己修成的 我们要想自己修成 那么对你这一章经文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最重要的呢 你就要把这个菩提心搞清楚 这是菩萨修行的大根大本 我们要想做观世音菩萨 要想成观世音菩萨 将来也想成观世音佛 你就得从这个地方去 那么再给读位说 菩提心就是一切佛法 你不要把它看简单 整个一部《华言经》讲的什么 就是讲的菩提心 所以四红世音也是菩提心 这一部《大藏经》所说的都是菩提心 你要真正菩提心先前了 一切佛法都通达了 为什么呢 一切佛法都是从菩提心里流露出来的 你自己正在菩提心 释放祝福 跟你是同一个心 同一个心里面流露出来的话 你还有不懂的吗 所以你们诸位想通达释放三世 一切祝福所说经论 只要你发菩提心就真正菩提心 可是这个心呢 这不是嘴皮的说是我去发 不是 是要从你内心深处 真正主 越离一切妄想分辨 这个是真正教育 这是你的执行献行 只要执行献行 这个身心大悲心 必定的 为什么 从其其用 所以有执行的人一定有身心有大悲心 那么换句话说 有身心有大悲心 不一定有执行 你说身为原觉也有亲近心 也有大悲心 他没有执行 他那个亲近慈悲 不是建立在制成的基础上 他建立在哪里呢 他建立在妄想分别的基础上 摩罗汉的心 是内守忧行 是偏真烈盘 偏真烈盘 就是内守忧行 内守忧行 还是妄想分别 他的慈悲 他的亲近 建立在妄想分别的基础上 不叫执体心 我们也有亲近心 也有慈悲心 我们这个慈悲心 亲近心 还是建立在妄想分别的基础上 我们比不上摩罗汉 摩罗汉分别妄想少 我们这个妄想分别太多了 所以我们不如他 即使在一切境界妄想分别多 这才叫真正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不把这个情形 这个道理搞清楚 这个境界搞清楚 那我们这个菩提心呢 有名无实 这样会耽误我们这一生 可是这个事情要搞清楚 必须要读宋大成 真正开悟 了解是一回什么事情 昨天晚上我跟大家讲一句 什么叫妄想分别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搞清楚 不行 好 我一切现在妄想分别都无了 还是妄想分别 没有法子转掉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迷糊 你这个迷藏不能突破 你即使突破迷藏了 妄想分别才能原理 这个迷藏在今天讲的相对 在佛法里面讲 我执法子 菩提心现前不但要破我执 还要破法子 我执破了 不迷我了 不迷烦恼了 这功夫算不错了 可是 不迷烦恼你 幻是不迷 所以说 俗智障 烦恼障 都要破 无法二制都要断 才能够远离一切 妄想分别 才能够真正 正德 执行 今天我们讲不执行 重点是在执行 有了执行 后面都有 执行是正觉执行 也就是正知正见 然后你修行 无论你修什么行门 都是正确的 都是正确的 决定没有错 为什么呢 你根本正 所以你一切没有不正的 昨天还有个同修来告诉我 他说他看过四十华言 就是我们现在出的这个感觉 五十三三这个诸解 他看着这好像都是神话 都是故事 都是分别 我想 他看不懂 四十华言是一真发迹 是立切分别妄想 我们为什么看到他都是在分别妄想 就是我们本身分别妄想 所以看不出来呀 他那个里面是运离一切分别妄想 我们看不出来 如果你在那个里面一下看出来 这个这里头是运离一切分别妄想 你现前境界就正在了 你在华言里头看出 善才同子 五十三位善知识 统统都是运离一切分别妄想 你就说大切大乌了 大切大乌以后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将彻悟的这个境界 跟自己是现实的生活 托而为宜 这就叫正经 这是叫真正是佛 这叫真正发福之心 那么今天晚上呢 也利用这一点时间 给诸位讲这一句 这一句是你成佛作祖的大根大本 今天晚上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福利 我们就讲到福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